书生之剑 芙蓉 要杀人 有王法 现在所有的藩王都回来了 你敢在灵前动刀 不出三月 全国皆烦 那今日不杀 明日造反你又如何 论武力 谋略 带兵的经验 你们谁可出战 可知必胜 大明辛苦业绩 灰飞烟灭 得不偿失 杨阁郎 我最讨厌的故事是鸿门宴 项羽心思手软 放走了刘邦丢了天下 盖世的英雄被逼在乌江自闻 他们两个不会臣服于我 然后杨阁郎 杨阁郎 鹊自闻 太子爷问你话 杀有杀的好处 不杀有不杀的好处 去 现在最大的威胁 当然是汉王和赵王 要以劳永逸倒也简单 只是皇上 心里未必愿意那么做 天下的民心军心 会动荡不安 要顺忠 要慎重 要慎重 你看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天下所有的事 都毁在你这样的人身上 手疏两端 你怎么又说我手疏两端 朝廷的事你不懂 咱们功利过难 这句话我送你 先生 人贵有自知之命 杨阁朗 像你这样作官 我宁可去为马 不问是非 只看厉害 一亿逢迎 真是亲父之道 你 你 中文字幕——YK